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玉婷到底是不小心还是挑纲的 我们也来看看 同样是这个前国策顾问的好名义 他也在脸书发文 他说黄玉婷不是一时投婚 他一定是经过思考之后 他才这么做的 所以他就建议现在的小英政府 一定要很小心这个事件的后续影响 政府如果连这种敏感度都没有的话 要怎么对得起挺台的国际友人 所以要请教这个委员 现在已经不是黄玉婷 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现在我们体育室 我们教育部是不是应该好好表态 是 我觉得刚刚孟琦还有几位朋友 讲得非常的正确 黄玉婷他其实在20岁的时候 是参加我们在高雄办的世界运动会 拿到三个金牌 所以最后在世界运动会的闭幕典礼时候 给他最大的光荣 让他当闭幕的时候的一个限期的人 但是没有想到经过13年之后 他变成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种模糊的界限越来越大 那背后什么动机没有人敢猜测 可是我是觉得说 如果有人说他是因为政治敏感度不足 或者因为他年少不经事 我觉得这完全相反 20岁就已经在所有的运动界里面 那可能13年以后突然是脑筋退化 不太可能 33岁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这次的运动赛事成绩如何 我看台湾人已经不在乎 反而是说刚刚他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就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选手交换服装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中国大陆在另外一个比赛里面 跟其他国家交换服装的时候 那个大陆的选手是被中国大陆惩罚的 但是台湾没有只有提出谴责 而且我们觉得很奇怪 通常参加赛事都是赛事结束以后 参加比赛的人互相交换球衣当纪念 他是还没有上场比赛的时候就球衣算在那边 而且用IG里面的弄出来 那表示什么 表示后面可能有人在操刀 想要做一下对台湾的统战 然后再来就是一样 在整个的北京东 我觉得有点像是不是那个国际奥委会办 有点像是中国政府办的 为什么小熊维尼被没收 然后那个音乐里面有中国话 还有什么滚滚黄河 这些都是很充满了这种 中国共产主义的这个样板式的音乐都出笼了 所以当那个我们的选手到那个充满了这个统战 或是充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样板的时候 其实选手自己本身要这个警觉性 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CTOC 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华奥运的代表团 当然这次没有官员出席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代表团里面的秘书长叫陈世奎 他是马英九政府时代当过行政院秘书长 那当然他有这个比较国民党式的这个想法 觉得说我们就模糊处理就好了 可是不要忘记 如果他做出了任何言行 透过这个传媒报导出来 对台湾自己本身支持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 那这个责任那就是体育署跟教育部要多做检讨 那再下来其实还有杭州亚运也在中国比赛 所以为了要去代表这个我们台湾的选手 去这个到杭州参加亚运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警觉性一定要存在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北京冬奥要办的时候 欧洲国家都警告他们的选手 在那边去干嘛 你不要用手机 不要吃他们东西 为什么不是怕中毒 而是可能里面会有一些 怕被监视之类的 或者是会影响到你身体健康 让你吃得热烤之类的 那所以他们的国家都已经用这样的方式 来警告他们的选手 结果还是发生那么多日本 韩国挪威 很多服装问题就被判处了 就已经有那么多事情 结果我们的人都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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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可惜 原来我们参加这个奥运的时候 确实没错是夏季奥运 冬季奥运如果我们有代表团 真的要给人拍拍手 因为台湾的训练环境真的不如 因为我们是雅热带 那结果没有想到说担任掌棋关的人 这个事前做错事情 没有抱歉 没有这个检讨 事后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就是我们当然祝福 你在你的运动界里面 仍然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但是当一个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出去的时候 你是应该被警告 而且要被谴责的 你这样的态度 没有对台湾的人民讲一下话 然后就说我比赛完了 我觉得也不差 那比赛完了 我就飞到美国去 躲起来 你是国手呢 国手怎么可以躲起来 我们台湾这次参加东京奥运回来 哪一个项目的国手 不论你成绩好 大家都跟你拍拍手 因为大家尽全力了 这才是我们要培养的年轻下一代 而不是像这样子 这样畏首畏尾 然后人家跟你讲 指责错误的时候 仍然是不愿意承认 我觉得这样子非常不好 真的是像黄月衰大姐讲的 对年轻世代来讲 是非常不良示范 黄玉婷现在这样看起来 也不在乎台湾人的感情 那我们的体育署 到底要不要继续补助 体育署他们的回复是说 补助优秀选手去参加亚运 奥运 一直都是体育署的职责 接下来还要持续的通盘讨论 同样这个回答是关枪关掉 我们来看到作家 吴祥辉很生气 说教育部体育署的纵容 跟麻痹式的反应 这已经不是黄玉婷个人的耻辱 这是我们台湾人共同的国耻 这边非常热爱运动的昆城议员 怎么看黄玉婷这件事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检讨的已经不是个人 不是运动员的问题 这是上升到检讨政府体育署的层次 因为如果说黄玉婷 他刚开始在IG放那一个影片 他穿这个中国队的衣服 放出来之后引起轩软大波 那大家觉得说 你政治sense不够 那你应该要道歉 那如果那次事件 他就道歉之后 然后以后这个谨言盛行 直到说他是代表 台湾队出赛的话 其实后续不会有这么多风波 可是我觉得说 他第一次 大家觉得说好像政治sense不够 可是第二次 他还接受这个 北京日报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这个好像回到主场坐上一样 然后称赞北京的奥运村 让他好像有在中国过年这种感觉 就称赞这个里面的食物也好吃 什么都很好 我就觉得说 这样好像不是说政治sense不足 我觉得是政治sense非常的够 就是说整个就像是一个 就像郝铭所讲的 他是一个精心策划 因为他那个换队服 因为我们看那个影片 他本来可能是穿的 这个中华台北的这个训练服 可是跳了之后 马上变成这个中国队的队服了 好像你是从台湾队 一跳跳成这个中国队了 而且这个东西是之前 他在训练的时候的影片 他换上中国队的影片 可是他是选择在说 要参加北京这个冬季奥运之前 把它PO出来的 就等于是发跟那个北京政府 释放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 我是穿着你们这个中国队的队服 我要来到北京参加比赛了 时间点可能又安排 我认为是有这个时间上的关系 因为这个不是说现在 我跟这个中国队的这个对手 然后这个比赛完之后 然后交换队服 不是 那是在他们在美国培训的时候 然后这个所交换的队服 然后把它穿上去的 可是他释放的时机点 是在参加奥运之前 东西奥运之前 把它放出来的 而且那时候已经要 这个已经要去这个北京参加 东西奥运了 所以才会讲 我们刚才在讨论就说 那难道这个长期的人不能换吗 为什么长期的还是黄玉婷呢 大家对底育署 开始有这质疑的声音了 然后当那边比赛之后 就发现说奇怪了 你参加完比赛 1500公尺 成绩不是很好 可是呢 因为之前穿这个中国队的队服 然后在台湾 在中国引起渲染大波之后 他受到这个北京的关注了 那所以呢 他结束1500公尺的比赛之后 北京日报马上就访问他 他还讲说 我好像回到中国的主场 来作战一样 好像有主场作战的感觉 那主场作战就好像说 他是中国的选手一样 不然我们是台湾的选手 你的主场是在台湾 你不是说你到了中国 你的作战的 这个主场就变成是中国了 所以你看北京日报 就开始promos他 那我相信接下来 他还有一千 还有500公尺的比赛 那个北京的这个传媒 一定会大力的吹捧说 这个黄玉婷 你看就是代表中国台北 来我们北京参赛的这个选手 那就是统战的一部分了 那你说这个是 真的是没有政治现实吗 后来从这个从影片 到后来他受访 整套我来想 我觉得真的是精心设计好的 那或许是跟他爸爸 他们在这个中国 有这一个所谓的滑轮 滑轮的这个用具的这个代言 可能也有相关 那或许也跟他自己所讲的 他现在已经33岁了 他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了 那他就想说 那他之后33岁之后 如果他没有参加这个 国际性的比赛之后 他想要做什么 他是不是他个人自己的生涯规划 你自己的个人生涯规划 没有关系 但是你是用中华民国的资源 你现在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参赛 那你用了这个资格 你到中国去输成 让中国觉得说 你就是一个统战的样板 然后提升你自己的价值 我认为是非常不应该 那所以说到这个节骨眼 那现在大家开始在质疑 第一个就是说掌棋 可不可以换 因为近年参加了这个 中国队的这个队服 来的掌棋 大家会质疑 体育署要说得更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 那如果他接下来比赛 得到不错的名次 那甚至也获得这个奖金的激励的话 你要不要给他 我觉得这个大家 就开始在讨论了 那但是我认为说 如果他今天以身为 穿中国队的这个队服为荣的话 那为什么要给他奖金 因为给你奖金的是 你代表台湾队 代表中华民国出来比赛的 你得了名 那我们给你奖金的激励 那奖金都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 那你今天不是啊 你今天你以中国队的这个队服为荣 你认为说你代表这个中国来参赛 你觉得好像在主场作战一样 你觉得很光荣 那为什么要给他这个激励金 为什么给他奖金 完全不能给他嘛 因为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来讲 这感情上完全没办法去接受嘛 因为这个不像说肖静腾 你自己在那边爱唱歌 你讲说你自己 为了你的演艺事业在中国 你要去做他的这个统战的样板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肖静腾 他应该是没有拿到这个台湾的补助了 台湾政府的补助 可是黄玉婷不是啊 黄玉婷是有拿到台湾政府的补助 你才有办法说你去参加各种的集训 然后这一个代表台湾来参加这个比赛 你是用我们政府的资源来资助你 结果你拿政府的资源来成就自己 成为这个中国统战样板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对这件事情愤愤不平的原因在这边 所以我认为我们政府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大家对于黄玉婷这件事情 不是说你个人穿队服 或是说你这个接受北京日报的访问 觉得说好像是你讲一些运动员 讲的话这样子而已 完全不是运动员他从二十几岁到现在 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这个比赛 出国很多次他都应该知道说 台湾跟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像我们不可能想象 乌克兰的选手跟俄罗斯的选手 他们会交换队服一样 完全不可能 甚至交换队服之后 还穿上两国的队服 然后说我今天是好朋友 所以我这个俄罗斯的选手说 我穿上俄罗斯的队服 这可以接受吗 完全没办法去接受了 我觉得政府这一点 要好好再思考一下 没有错 这个大家真的会去想 做中国人真的有更好 怎么会最近接二连三 不管是方方 萧敬腾到黄玉庭 这一连串亲中的做法跟说法 这不是巧合 这是中国发动非常严密的统战招数 接下来我们台湾要怎么接招 我们等一下休息之后 回来我们要继续来请教瑞德哥 今天你看了吗 她说